最近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美国网球公开赛 是网球公开赛 爆出这么样一件事 就是曾经的Big Four四大天王之一的英国网球传奇 Andy Murray当然已经在他的执念末年了 他首轮因为他排名低下 首轮就碰到了世界第三斯蒂法诺希提帕斯 他在先下一盘的情况下 曾经以2比1领先胜利在望 可是最后五盘大战后被翻盘 早早实力出局 赛后Andy Murray就抱怨希提帕斯 就是钻了这个比赛规则的控制 一共用了两次超长的上厕所的机会 来冷却对方的手感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上了两次厕所 还用了一次Medical Time Out 一次伤庭治疗 可以说是严重的违反了运动员的比赛的 这种公平竞争的精神 当然这都是跟德约克维奇学的 因为德约克维奇曾经在去年 在今年的这个法网 对阵这个希提帕斯的时候 使用了这个厕所 厕所暂停术 就是说他落后两盘上厕所回来 就神勇无批 他这个战术 就是说屡试不爽 在对这个意大利选手马泰斯的时候 也用过这一招 就落后两盘上厕所回来就神勇无批 所以这招呢 被很多人就觉得是非常有效的一个逆转的一个战术 所以希提帕斯本来是受害者 他现在也成了获益者 为什么呢 他用这招来对付穆雷 因为他 他已经落后很多了嘛 结果他用这招 脱慢了穆雷的这个手感呢 就是逆转胜出 这非常不道德 所以穆雷事后在他的推特说呢 希提帕斯上厕所的时间都够这个世界首富 这个阿摩朗执行长这个Jeff Bozo呢 到太空两次 上太空两次 因为他每次用掉的时间都是七分钟 而这个Jeff Bozo在太空 就是待的时间也就七分钟 所以非常幽默的比喻 也抨击这个希提帕斯的这个不良行为 希提帕斯这个人我觉得 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是越来越差 首先呢 他抵制疫苗 第二呢 他还支持港独 所以呢 这个人本来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希腊小伙子 现在可以说是负面新闻缠身 所以我估计他得黄 对不对 所以 我估计他